成功就像爬梯子一样 你每天都犯错 每一个人每天都犯 平均七个错误 七个错误就七个炸弹 你的决策错误了 你该做没做的 该创新没创新的 你今天不犯错 你就爬一个楼梯 最后结果 谁爬得最快 谁就成功了 怎么样 变成零错误 它这个思维就分四点 最简单的一个思维就是 人每个人都犯错 但每个错误都可以预防 第二 你要预防 你要知道 你的错误的形态 它来源 你要针对性的预防 才可以预防 如果说 用一服药 来全部 来结造各种错误 是会增加错误 我们发现 人只能有五个注意力 我们叫五个弹图 你只能注意五件事情 超过五个 你就会放掉 当你有时间压力 想别的事情 或过度执行 或者是累 劳累 你这五个弹图就变成少了 你开车的时候就撞上了 所以你如果要了解到你的能力 你就防止这五个弹图变小了 人生 我们的研究 影响最大的选择办理 找自己适合的职业 最重要是找一个相同个性 相同习惯 还有有责任性的人 你没有很好的职业 就是说 你的职业跟你个性不合 你每天都很痛苦 你做不了成功 做不成功的 当这几样东西错的时候 你的整个人生就定了 成功就是零错误的表现 失败就是错误的累积 错误可以复制的 错误可以研究的 错误可以分类的 了解错误以后 你才能够了解历史 你了解历史才能改写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